请看慢动作 刚才那个动作叫悬腕拿臂 悬腕拿臂这个动作 实际上是在勤拿 在应用勤拿的时候 也是一个基本功的一种锻炼 这个悬腕拿臂 它最关键的就是说 要有一个弓形的合力 做起来 最后拿的时候 要有一个弓形的合力 要两个方向同时进行 另外在拿的时候 要整个用掌根 很重要的 用掌根先膨胀 进行膨胀 然后两个手 做一个弓形的合力 往里面合 同时呢 重心要向下 重心要往下 所以这个动作呢 当然在现实生活当中 不会有 就是说我们通过 一握手 别人给你有好握手 你用这个琴拿 实际上呢 这个是一个练功的方法 如果知道这种方法 运用这种弓形的合力 用于这种膨胀力 所以在做琴拿的时候呢 能达到这个螺旋 杠杆 切线 这种原理 然后进行 这个抓钉 拉脉 反骨 达到这个目的 所以呢 在应用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的就是 上下的配合 不要看我们脚下 没有怎么动 但是呢 我们手动的时候 脚下 身体 要整个 用成一股劲儿 然后最后 把点缩 放在对方的手臂上 所以这个动作呢 在通过练习 然后能 最后能 达到 轻而易举的 就拿着对方 请看慢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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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慢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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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这个动作呢 叫 绕臂锁走 把对方的臂进行交叉 把对方的臂进行交叉 然后呢 最后 拿到它的反关节 也就是 最后在走这个位置 进行一个杠杆的锁 拿 那这个动作呢 它最关键的是 一开始呢 就是说 当对方 用两个手 抓住你的这个小臂的时候 你要上席 起走 把你的手呢 先向上 向上了以后呢 当对方给你 进行抗劲的时候呢 然后呢 另外一个手呢 交换 抓住他 另外一个手 然后呢 把他的手臂 进行交叉 交叉 交叉时候旋转 进行向右 向左旋转 向左旋转 那么旋转的时候呢 不能硬做 如果你硬做的时候呢 会做不动的 所以呢 在做的时候呢 要转腰 用整个身体 然后向下旋转 旋转了以后 最后呢 你的手 和他的手臂 都要贴在一起 不能离开 如果离开 对方就会逃脱 另外呢 还要用你的这个右膝 这个右膝呢 然后顶住他的 就是对方呢 这个 他的这个走 让他没办法 没有空间 去逃脱 所以 这个时候呢 你要把两个手 然后赶快转回来 迅速 然后呢 两个手臂 让他变成一种杠杆 最后 进行前推 然后呢 一个回拉 一个前推 最后达到这个 杠杆切线 杠杆切线的目的 最后完成这个动作 请看慢动作 hoosh hoosh Triple 我 你 我 你 王 和 呢 了 你 他 他 他 锁臂压耳 刚才这个动作的要点就是在做的时候 首先就是当对方两个手掐住你的时候 然后你交叉手进入 交叉手进入了以后 然后要用你的身体向前 身体要向前 用你的颈部锁住他的手 然后同时在旋对方的走 然后帮他的走旋过来了以后 有一个转掌的动作 这个转掌的动作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你直接往上退 如果对方跟你对抗 那你就做不动了 特别是像刚才那么大的个儿的 像这样你就很难做 那么你在这个时候要进行旋腕 旋掌 然后往外膨胀 然后转身 所以这个都是非常关键的 要整个周身一起 然后最后把它锁住 锁住了以后 最后在压住对方的时候 有一点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你的膩 就是你的膝关节 要压住对方的内骨 另外呢 你的左手悬凝对方的右手腕 悬凝的时候 同时右手向下 左手悬凝 然后给你的右膝向下压 这个要同时进行 所以最后呢 合成一体 然后能完成这个动作 这样呢 你就很轻松的 就把这个动作给完成了